今天其实已经不是周末了 已经是周日了在美国 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国内那边现在已经是礼拜一了 但是呢周末还是跟之前工作日的时候会比较不一样 看的东西听的东西会很不一样 因为作战事呢 现在变成了一周六天有节目 未来可能会变成一周七天有节目 所以我还是这一周还是有一天可以 算是比较轻松 没有作战事这个节目可以听 所以我就可以看一点其他的东西 这样还是不错的 这个其实229过去了嘛 大家都有猜说229是一个什么分水岭啊 转折点啊 然后但是呢又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到 到底什么事件是真正发生了 又好像是隐藏的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猜测 然后我我个人觉得229最重要的事情是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觉得它比较突然 这纯属个人感觉啊 因为我觉得从阿富汗撤军这个事情呢 它是可以省下很多钱的 这个钱是可以用在别处的 这个而且它涉及到整个的美国的军事战略的部署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229最重要的事情 只能说相对来讲跟其他事件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能不能说它这是分水岭呢 我觉得就未必了 然后前两天呢 我先查却不漏一下 前两天有一个有一个点忘说了 然后在我的本子上一直一直没有滑去 所以我简单说一下 大概应该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时候呢 因为股市的大动荡在美国这边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应嘛 但是那一天节目里面班农还是有讲 在动荡之中美国可能依然是目前全世界资本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全世界都在动荡之中 各种地方的股票都在下跌 那相比较之下 美国这边依然是相对安全的 那下一个星期股票会不会有回调 以及下个周二对于民主党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叫Super Tuesday 这个决定的是党内初选的结果 到底谁能最后成为候选人吗 然后今天刚刚又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在民主党内 彼得市长Mayor Peay 他刚刚就是宣布退出竞选了 然后川普迅速地发了一个推 说他的这些选票全部都会归到拜登那边去 就是选他的人基本上是会比较支持拜登的嘛 然后今天班农的节目 今天班农应该是早晨去福克斯上的那个Futures那个节目嘛 他也有说到 我们现在看这个大选的看点是什么呢 就是看桑德斯的选票是如何在民主党内被一步一步地偷走的 现在桑德斯是领先的嘛 但是他的选票会被一点一点都偷走 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被偷走的 行这个就是前这两天我觉得需要补充一点的地方 然后其实这个周末我有看关于班农的一个就是一个电影 一个纪录片 这个也是去年就上映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看 然后这个周末终于有时间可以看一眼了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之前我一直对不上号 然后我发现啊我终于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终于他这个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了 然后终于知道啊原来是他安排了班农和王岐山的会面 这个人叫做约翰桑顿 他之前是在清华做教授的 有点像客座教授那样一个职位 然后他对中国的经济什么的也都比较了解 但是他这个人好像很低调 他跟班农几乎是同岁的 然后之前在高盛做到了应该是president 就是说做到了主席董事会的主席吗还是怎样 反正就是很貌似是幕后隐藏的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是他由于在公众视野当中出现的比较少 所以可能我觉得对他这个人我是没有很了解 但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发现他对班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对中国的了解也非常深 所以我想在这地方先求教一下有谁对他比较了解 可以跟我讲讲叫约翰桑顿 我对这个人还是挺感兴趣的 之前没有专门的去了解他 这个音量应该是可以的 这是一首钢琴曲叫做皮黄 那为什么放这个曲子呢 是前两天呢我有推荐一部电影 但是当时的音频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没有听见 我推荐的那个电影呢叫《梅兰芳》 《梅兰芳》的这么一个电影 从那个电影我那个电影看了三遍 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东西是 就明星跟粉丝关系呢是长久不变的 不管是那个时代还是现在 其实都是一回事 人性都是一样的 那皮黄这个曲子呢 其实是中国京剧为主题的 写的一个钢琴曲 然后我觉得 哇写的太厉害了 正好皮黄这个曲子 好像流行的时候 也是跟电影是同一个时期 所以我今天就放的是这一首曲子 不知道听得清不清楚 应该还好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 这里面有很多京剧的元素在 我特别喜欢这个曲子 其实也是因为这一点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神奇的对应 就是它能用钢琴 能演绎出来京剧里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这个给大家放的 其实很多细节是听不到的嘛 这个音质也不好 所以我就是它一边放 我就一边可以讲着话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需要自己去搜 然后用好耳机 然后好好听一下 因为这毕竟是钢琴曲嘛 还是要听细节的 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 梅兰峰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 这个座位的做加一个耳化音 然后叫做 其实说上座率 叫好不叫做 其实都是用到了做这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明星也好 粉丝也好 他不单指某一个人 他指的就是这个群体 这个座位上有没有这个人 或者说本来就预设了 有这样一个群体叫做粉丝 那么粉丝里面可以换不同的人 铁打的明星流水的粉丝 或者是铁打的粉丝流水的明星 其实都是对的 关系和人性是不变的 但是具体的人 具体的事情是变的 换到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不光是明星跟粉丝 各种的政治人物 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 好吧 我们就办着这个曲子结束吧 这个曲子应该还有一分多钟 这个曲子叫皮黄 西皮二黄 然后皮就是皮肤的皮黄 就是黄色的黄 西皮二黄应该指的就是京剧 我记得 每一声音呢 哎呀 我等一下我要回听一下 如果要是各种传输问题导致音质特别差的话 我就决定放弃periscope 然后就不再试用了 我就全面地转到油管那边 因为我真的已经受够了periscope的音质 就是它的传输 它的吊针 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已经说够了 好吧 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来捧场了 拜拜 拜拜